這個所謂的抗壓性能 很有經驗吧 非常非常有經驗 可是就是希望他們 上台的時候 最重要的 就是做自己 放鬆 你們看你們這麼多 媒體在這邊 我都還是很放鬆的東西啊 選秀舞台喔 再遇到毒蛇的評審 你可以承受 我應該會直接 直接 虛心的接受 有機會的話我願意去 嘗試一下 你自己想參加哪一種 模式的選秀 哪一種模式 就是Rap啦 或者是 純粹唱歌的那種 樣樣通啊 兩個都通啊 這麼有自信 當然 唱歌也會嘛 Loucher也會 嗯嗯 演戲也會 很久沒聽你Rap 還有在練嗎 Rap 你不要亂發問啊 小時候會 多花一點時間去想 那個 爸爸的歌曲 然後把它改成 饒舌啊 現在會比較 還好 應該少一點 所以已經斷了音樂夢就對了 音樂夢喔 剛回來的時候就被斬斷了啊 你幹嘛 斬了一個這樣 不要不要的啊 呵呵呵呵呵 兩句而已耶 呵呵呵呵 我唱了兩句而已 殺他這樣 我們這個節目呢 不會那麼狠的 我們這個對小朋友 就是非常的有耐心 我以前就 跟小孩子滿 就是滿容易打成一片的 可能我比較 怎麼樣 幼稚是不是 不分年齡嗎 都搞得定 都搞得定 一開始可能會怕我 就看到我可能會怕我 那 相處一段時間以後 就會 滿清淨 可是這個 這個應該比較難啊 因為沒有什麼 相處的時間 哈哈哈哈 我剛剛打招呼 那小孩那個臉都很驚恐 那今年過年要給那個 小外甥女報多少錢 好不好 要開始想出問題嗎 我要打 我可能會打一條 那個 我想過要打一條 金像的臉 金像的臉 然後上面寫 上面寫 圖 小樂樂 然後 愛你的 就這樣 語想圈 雞電子不是會有一個牌子嗎 他 小孩的脖子又沒那麼大 所以牌子不是金的 你看我 會不會被我二姐罵 不行 我要是用真的 那你遇過小樂樂哭嗎 你比如說對小朋友哭很沒意見 欸 我跟你講喔 小樂樂其實蠻 蠻好戴的喔 他不常哭耶 那如果你抱他哭的時候 你會怎麼把他趕快還給你 趕快還給我二姐啊 所以 看到你就會哭喔 為什麼 會嗎 看到你就會哭吧 開玩笑 我是要舅舅咧 那個 余大哥雅明年多少錢 過年嗎 過年嗎 幹嘛追亂 今年還不曉得 今年還不曉得 小樂樂我一定會送 我外産女我一定會送 所以你抱他就是送了之後 最後也是變成姐姐的 啊我就已經 落入姐姐的合法 我就已經有寫字了 你怎麼還可以拿去再 再等他長大以後 給他看到說 這是舅舅送的 阿爸很愛我們 阿爸真的很愛我們 阿爸真的很愛我們 你疼我們啊 他對大姐這個選舉 這樣真的 付出也蠻多的 所以希望他們加油 這樣 那你要去幫姐姐助選嗎 有機會的話 應該會啊 應該會啊 看他去不去好不好 不知道是 不知道是加分還是減分 哈哈哈哈